这是台南江湖湯 讲起来是这间真表现主义的建材 上面是法国曼扫尔市屋顶的边有一个牛眼盲窗 牛眼窗还有是华丽的三墙装饰 汤的边还有这条比例很好的牛腿拖架 上面女儿墙的瓷砖用的是闽南市的青油 中国来看是有故意买过度的表现 在那时代讲起来水到太夸张了 不过这种法国式的建材在台湾时代很少 上基礎它叫做台南公关在1911年的二月进行六成 由于台南天的技术史田辈墓附杰设计 一种澳洲式、日本式和韩文化的漫南式 所有的元首都在南一百十五成 前后国民党政府来后将到这间公会中 将它插座是这个社区 由于台南部最后则提供给空军公英首林部六军 六军六十二军部和军人自有色统通都住进来 無緣的空地就是軍館在大陸的, 再次駕駛駛到台客 國民黨的市長市民時代,想要他拆掉 最好市長有風來抓去關 年後,高山菜做市長後,就像這間回合他的風發了 我也很辛苦,一筆一筆外出,他的細節